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传感器的静态性能参数第一部分 传感器静态性能参数会从案例引入定义六个典型静态参数和应用案例 四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引入 现在到处都在生机勃勃地开展生态农业 这必不可少地相应出现的各种生态农业监控系统 这些监控可以准确检测农业的各项环境参数 同时也可以控制某些参数值的变化 那么这些监控系统获得的这些参数值包含着什么意思 如何评价生态农场的生长环境 我们又如何分析传感器性能参数呢 请继续下面的学习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静态参数的定义 当被测量为常量或变化极慢时 一般采用静态指标体系 其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为静态特性 我们需要着重地掌握量程 灵敏度 分辨力 精度 灵飘 和温飘 六个静态参数指标 我们逐个地来分析 这六个典型静态参数指标 量程又称为满量程输入 为测量值的上限与下限的代数差 这是电子称的测量砝码的实验 电子称的下限是零千克 它能够准确测量 一千克 五千克 十千克 和二十千克的砝码重量值 但是当称重三十千克的砝码 电子称仍然只显示二十千克 说明该称的上限值为二十千克 则其测量的量程为二十千克 灵敏度 是指输出变化量与相应的输入变化量之地 用硬变片来解释说明 硬变片是将被测量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 这是硬变片A 它的初始电阻值为一千欧 硬变片B 其初始电阻值也为一千欧 当两块硬变片同时收到砝码十千克的重量 硬变片A 电阻变化为三十欧 B 电阻变化为五十欧 同时收到砝码二十千克的重量 A 电阻值变化为五十欧 B 电阻变化为七十欧 这说明两块硬变片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 其中B的灵敏度比A要高 分辨力是指 在整个输入量程内 都能产生可观测的输出量变化的最小输入量变化 一个完好的电子秤能够准确地测量二十千克的砝码 在此基础上添加一克的一根羽毛 此时质量发生了一克的变化 但是电子秤原然显示二十千克 说明电子秤不能测量一克的质量变化 继续向该电子秤添加一根羽毛 相对二十千克的砝码 电子秤上的质量发生了两克的变化 但是电子秤还是继续显示二十千克 这说明电子秤不能测量两克的质量变化 继续向该电子秤添加一根羽毛 相对二十千克的砝码 电子秤上质量发生了三克的变化 这时电子秤上显示为二十点零零三千克 这说明电子秤能够检测三克的质量变化 继续向该电子秤添加一根羽毛 相对二十点零零三千克的砝码 电子秤上质量发生了一克的变化 这时电子秤上显示为二十点零零三千克 输出值没有变化 再次说明电子秤不能测量一克的质量变化 还向该电子秤添加一根羽毛 相对二十点零零三千克的砝码 电子秤上质量发生了两克的变化 这时电子秤上仍显示二十点零零三千克 输出值没有变化 再次说明电子秤不能测量两克的质量变化 再向该电子秤添加一根羽毛 相对二十点零零三千克 电子秤上质量发生了三克的变化 这时输出值发生了变化 显示为二十点零零零六千克 原说明电子秤能够测出三克的质量变化 这充分说明了该电子秤能够检测的最小变化量为三克 及时该电子秤的分辨力 最后留给大家两道思考题 请大家思考并完成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